在吸血鬼倖存者中呢 有一個隱藏人物需要輸入密技才會出現 只要在選角色畫面輸入X-X1 VIQ 發個按鍵成功之後呢 就會聽到這個音效 代表我們解鎖成功囉 這邊只要退出再進來就發現 都有一隻幽靈 這隻幽靈沒有什麼特殊能力 就是非常的幸運 幸運值基礎就是100% 除了幸運之外 它各項能力都是比較低的 它的初始武器是黑鳥 它的攻擊方式跟白鳥其實一樣 就是一個範圍型轟炸 但是呢在初期這個很難打準 它如果能存活到後期 搭配白鳥進化武器的話呢 它變得非常厲害 所以幽靈呢是一個前期比較難玩 但是後期也算不錯的角色 幸運值比較高 場地上的掉落物會比較多 容易有一些道具或是金幣可以拿 因為小王掉寶箱也有比較好的機率 可以得到三個或是五個的道具哦 不過前提是 你要活過前期啊 訂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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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